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哈喽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4年3月5号我们股海飞扬的节目 那么今天呢很不一样又就是今天我会跟各位来做一个产业上面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产业里面呢他必定会带出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一个投资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契机跟机会 那所以今天节目要认真听到底在整个AI应该说这一波的市场行情走到快两万点 主要就是AI带动当然你说因为整个升息循环可能要结束的 当然这是原因之一嘛但是你升息循环原因可能要结束了 那资金要去找标的投资啊那为什么会上来呢? 因为他们都找AI嘛所以这一波真正上涨的背景 你说这一波的行情台北股市相对亚洲股市来说跟日本就是比较强势 各有各的一个原因跟理由背景 那台湾就是因为AI的一个要角 所以呢基本上这一波的行情全球股汇市就在台北股市而言 或美股而言就是一个AI的一个趋势确立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波段行情 那这个多头的AI行情基本上受惠的产业 个股绝对是非常非常多 好所以你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啊会去反映的AI的一个产业 受惠的一个族群或个股会变来变去跑来跑去 会跑来跑去 所以你必须要先做足的功课去了解整个产业的一个概况 那会受惠的有哪些 那哪些他的股价或许已经目前来看 他的估值已经超过了 他的股价已经超过他的应有的一个受惠的未来的估值 那可能你就不要去追不要去碰不要去抢 那哪些基本上还没有反应 可他受惠的幅度可能会很大很高 那你就要去留意 甚至如果股价进入了我们所谓的一个 那个时机timing 就是在月线进入月转折 各位不要等啊 就赶快先投入资金了 因为你即将因为这个投资 而未来可能两个月后三个月后 拿到一大笔的大笔的获利 那这个就是我现在跟各位报告 你必须要做足了事前的产业的功课 所以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你预告 我们今天要从AI的趋势发展过程中 我跟各位从里面去抓到了一个 我认为股价进入了月K线的月线的一个转折位置 然后呢 他又是在AI的发展过程中 真的会非常大受惠的 的一个算是一个产业啦 那等一下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讲解 所以今天你要注意听 因为这个内容里面 有你可以在现阶段 投入资金去做准备做波段获利的 的一个产业 你要注意听 否则我现在问你嘛 那你觉得现在AI的行情趋势走到现在 还有什么AI是你觉得可以买很安全的 有没有 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市场 今天的行情突然一个神盾集团 直接拉下直接杀下去了嘛 对不对 安国打到跌停板 人家今天台北股市家卷指数创新高 台积电再涨 你安国干嘛跌停板 你神盾早上一路重挫下去 到底怎么了 对不对 那所以他告诉你 这一波的AI的趋势 不就是你神盾集团带起来的吗 那个投机气氛 那个资金的行情气氛 不就是你神盾集团带起来的吗 对呀 那你现在台北股市在创新高 结果你神盾集团 你先向下杀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市场给予 神盾集团这些标的 未来会受贿的那个程度 造成他的一个估值 目前去推算去估值的话 是不是可能有点脱离 他未来的受费的程度了 可能有点偏高了 这我不敢讲 我确实不敢讲 是不是股价偏高了 但是至少在筹码上面看到 应该是有一批资金 从神盾集团的个股里面 慢慢的逢高做一个 从资金把它抽离出来了 这个你要去留意 所以这一波的多头主角的神盾集团的股票 如果在这个地方带头向下先杀了 那你就要有一个忧患意识了 对不对 那这个忧患意识告诉你什么 市场其实他不断在找寻新的 新的产业 新的个股 去做投放资金下去 做全新的 准备要做一个全新的 一个不断个股要上去了 所以你要把它找到 所以从神盾 从安国间的一个弱势 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要有这个逻辑 要有这个思维的能耐 去看到应该是有新的东西 可能在现阶段 有一些内置的资金 要准备全新的去做卡位布局了 你要把它找出来 那极有可能会受贿的 AI的 而且是大受贿的 可是你股价却没有反应的 就是现阶段 你要敢先投放资金 你不要每一次都跟我说 老师 可是后 它没有涨 我们真的要去买这个标的吗 它没有涨 真的要买这个标的吗 我跟各位报告 在我这里 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 如果你是新人 新加入的 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你新加入之后 我带你买了一档标的之后 你一定会问 你一定有这个疑问 老师 这个 你带我买这个股票 它真的会涨吗 它都没有涨 它没动 对不对 好了 那我就讲了 如果你今天选择跟我操作 你信任我的话 结果你报名之后 我去告诉你说 来来来 去买那个什么 3376的新日新 这个受贿 这个折叠手机 轴承受贿 所以去买新日新 你敢吗 你不禁止怀疑说 老师 我就是要买 买 买波段的月转折位置 底部的股票啊 我要大赚波段的啊 我才加入你的啊 结果你怎么带我去买 那个已经涨了好几个月的新日新 那不就带我去追高追涨吗 你懂吗 所以 所以如果你来 我还带你去做这样的动作 那请问你 那请问你 我真的 我这个节目到底在讲的是实话还是假话 你懂吗 我都告诉你了 要买月转折的波段的底部去先买 我们要从头赚波段上去 我们要找尽这种潜力股 从波段的底部开始投资之后 赚一大波上去 我们一档股票 我们要寻求五成八成 甚至一倍以上的获利 甚至调教到两倍以上的获利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 结果你来之后不是 我带你去追那个已经涨好多好多的折叠受费的股票了 买那个什么 最近你看安神盾集团了 如果我带你去追神盾集团了 我带你去追细光子了 光迁细光子 最近很多人追追完之后 现在开始套牢了 最近后来这段时间去追神盾集团 追安国的 现在开始套牢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现在问题都还不大 最近去追神盾集团的 追这个细光子的 光迁网路 网通 最近去追这个 这个 这个轴承 新日新 追照例等等 我跟你讲 现在问题都还不大 有些股票已经开始修正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都还不大 当一天一天过去之后 修正修正越来越扩大之后 我跟你讲 问题就大了 到时候很多人来不及了 到时候很多人要解脱 来不及 没怕解脱了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 我先提醒各位 我有看到一些风险 在某些产业个股上面出现 那你如果看不到的 我也不好意思讲说 我认为什么什么 你要避开 什么都不好 有人在出货 有人在怎么样 我不能讲 这种话 我节目中 我公开媒体 我不能讲 我只能提醒你 现在很多股票 你或许感觉 你买它追下去之后 可能短线套住的 问题还不大 可能套个几个percent而已 你还可以接受 可是我跟你讲 可能快的话 一个礼拜之后 一个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先这样预告 一个礼拜之后 很快的话 一个礼拜 甚至不用到一个 几天之后 你就会看到 有些投资人 开始紧张 开始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 你会看到 台湾加权股价指数 出现一些变化 那什么变化 公开媒体在这里 我不跟你讲那么多 但是我给你暗示 提醒你 你是我的家族成员 我在传证稿上面 我也都会写 我研究报告 我都会写 抗讯里面 该提醒的 我都会提醒 所以基本上 我说 我的家族成员 基本上我们就是 永远是看到 未来的风险在哪里 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我先做准备动作 我今天看到 未来的有什么风险 对不对 但我今天节目中 我先不讲 我看到了 加权指数有什么风险 那我会针对这个风险 我会带我的客户 预先做一些准备动作 好 那可是问题是我 看这个风险同时 我又看到了 更大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今天做了 这个这些准备动作 这几个交易 我会陆续做一些 准备动作 就准备迎接 未来那个大机会 所以那个风险 我看到了 我会避开它 然后那个大机会 我也看到 所以我会掌握住 抓住它 带客户操作 不是每天 人家说喊多 我们就一路多 一路多 一路多 乱追乱抢乱买 不是 你一个分析师 操盘人 带着这么多人在操作 你要看到别人 还没看到的风险 所以做好准备动作 你要看到 别人还没看到机会 所以 事机准备 抓住那个机会 否则客户跟你怎么赚钱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今天节目先跟你讲 风险我先不讲 但是我提醒你 我有看到一些风险 台湾加权股价指数 有一些风险摆在那里 你今天有听到我节目的 请你把我的话 放在心上 不要说 老师你都没有提醒我 我有先提醒你 好 那第二个机会 好 机会 来 AI发 我们现在回来了 机会 很多人说 老师你跟我讲 那个股票会涨吗 会涨吗 真的会动吗 他都没涨 我就 所以我讲 来 你现在看到我的录影画面的 听众 投资朋友们 这一叠资料 其实不止 我就拿最近这一两个月的事情 这一叠资料 哪一档股票 我带我的客户买的时候 哪一档没有人拨电话回公司 说老师 那个股票 他真的会涨吗 哪一档股票 我较劲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意见吗 我跟你讲 每一次 每一档 我较劲的时候 绝对有新成员 回拨电话到公司 绝对有意见 绝对会质疑 怀疑说 真的会涨吗 为什么买这个 可是 我们看结果嘛 对不对 我说过程就是这样子 但是结局永远 都是对的 这是什么 这一档是5202的利新 我们在这里买 我们在这个位置买 买的时候 你说老师 这个股票会涨吗 会涨吗 你看 90度的直接洋角强攻 72%了 你一买完之后 你抱怨完之后 居然给你100万赚了72万 这就是你曾经觉得说 老师这个股票会涨吗 就是我讲的 一个对的标的 你买在越转折对的位置 你就是会赚钱 就是这机会 机会永远 我告诉你机会永远不是全市场都在喊多的 那个绝对不是你的机会 可是所有人都喜欢买全市场都在喊多的股票 所以呢 到头来会有一堆人 大部分人套在相同的几个热门的族群个股上面 历史高点 或者是一个几个月几个季度内的大高大钱大热大量高点 都有一堆人套在那个地方等解套 那你这样 你这样的一天一天耗下去 你永远都在等解套 你什么时候赚大钱 避开热门的 已经热了 已经大家都在吹捧了 涨很多了 就告诉你什么 就告诉你那个标的跟你是没有缘分的 他不会帮你大赚钱 他不会帮你翻身的啦 会帮你翻身的股票 在默默的在等你 在等你 你去怀疑他 你却根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所以投资人们很有 你往往赚不到大钱 利息你不会去买 可是我去买 因为他这种转折要涨了 涨72% 而且90度的仰角强攻 我的客户拿到 我现在提供的这些资料画面 如果你在听广播 你没有看到画面的 你可以加我的LINE 加LINE之后 上面有YT影音 你去点选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录音时间 我们同步的录影画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提供给你这些画面 资料数据 再来 4956光虹 我们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 越转折 1月越转折买完之后 大涨67% 100万你就赚67万 你曾经怀疑他 为什么要买他 结果他带你大赚67%以上 4729银帽 我买在这里 买完之后 大涨90度强攻 大涨将近多少 也是60多% 将近七成 你100万也大赚 将近70万 然后呢 很多啊 三倍的 股松 每一个都买在转折位置 然后呢 7402的义奇 有没有 义奇是什么 我跟你说 他获得 关键资讯 获得两倍股本大订单 有没有 我邀请你来买 那当时有来的听众朋友 有来的观众朋友 来报名之后 参加我们超倍数之后呢 诶 在这里开始较劲 各位你看清楚 这个位置 我叫你买 先买 你打电话回公司说 老师 我觉得这个股票 好像不会涨 为什么要买7402的义奇 为什么 那他都没有涨 你看他都没有涨 为什么买他 各位 人之常情啊 我不是一次两次听你们讲这种话了 所有心境成员呢 听完节目之后 认同我要来买波段转折位置 要赚大钱 都认同我 报名了 可是当我跟你说 可以去买什么标的的时候呢 你又开始了 你又开始想说 可是为什么带我买这个 他会涨吗 各位 我再回问你一句 如果他已经涨了 我还带你买吗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今天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是带你去追热门谷的 我不是带你去逛夜市一样 追热门谷 哪里热闹 哪里人多 我带你去哪里闯 哪里追 不是 我们来赚钱的 所以你认同我 可是 当我叫你去执行的时候呢 你真的要去执行 懂了吗 我在越转折位置 带你提前先卡位 结果呢 你看 7402一起 一个月 我让你大赚将近六成 100万已经赚60万了 100万已经赚60万了 所以当时一个多月前 刚报名之后来 可能还打电话来回问说 为什么买疫情的 这好几位投资朋友 现在每一个 都是开心的 都是完完全全理解了 什么叫做 买转折 买月转折的股票 什么叫做买进的 timing时机 什么叫做起涨前 先买 先卡位 他们完全认同 甚至有好几位 从来没有过一次 一档股票可以赚超过五成以上的 他刚加入第一档 就赚60几% 就已经赚50几%了 马上就让他实现到 他从来没经历过的 这种操作 你懂了吗 好 话不多说了 我们不要再讲了 我现在就讲重点了 AI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陆陆续续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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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的产业 各个各个社会的关联 有没有 散热啦 什么啦 一堆啦 晶片啦 所有的AI的相关的 你能想到的市场 好像都给他涨一轮了 有没有 对 那请问你 你告诉我 我想要买AI的 可是我想要大赚AI的股票 现在还有吗 有什么没有反映到 有什么市场没有看到的吗 我跟你说 有一家公司 他现在来看 他的EPS 相较于去年 已经大成长三倍 一家公司的EPS 将对全年的同期 同时期 一个年度过去之后 居然跳了三倍 没有人去理会他 你说这个市场够专业吗 别人不理没关系 我业长 我带你来看 他为什么EPS可以跳三倍 为什么 因为在AI发展过程中 算力增加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的终端的产品 终端的3C科技产品 全部的算力增加 同时 高功率增加 高算力高功率 必须要怎么样 某一个元件就必须要全面更新 你知道吗 你看辉达的GPU 高运算 高功耗 那你如果说在这个 在这个 AI的一个发展态势之下 如果你在这个某一个关键的元件 你不去给他更新的话 我跟你讲 你换再多回答的 再好的 再优质的 算力再强功率够高的GPU 也没用 因为你没办法 你会吃不消啊 你懂吗 所有的终端的未来科技产品会吃不消 那白搭了嘛 你换再好的GPU都没用 你懂吗 那既然是如此 代表这个元件 它是接下来在AIS的发展过程中 它必须要全面换新的啦 那请问你 它的需求会有多大 然后呢 这一家公司 它又是领先 领先这个产业 领先去走 开发全新规格的 这个元件 全新规格这家公司 那你说 它难道不会是一个大爆发的波段标的吗 每个人都把它忘记了 每个人都不理会它 我跟你讲 我夜讲 我带客户赚那么多钱 靠的是什么 我掌握领先的资讯 我带你在关键的一个转折月份 我带你提前去卡位布局 EPS已经跳三倍了 如果这个标的已经进入转折月 你还不买的话 那我也没辙了 反正所有的事情我都先讲 你听完之后 有兴趣要来现在卡位的 直接拨电话找我 直接拨电话过来 或者加LINE之后 留下联络电话 我会跟你联络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叶子洋老师LINEID 小老鼠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或拨电话02-2365-9333 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